第四章 安徽不安 20世纪90年代 我利用几次去安徽采访和开会 收集了一些安徽大饥荒年代的资料 2001年5月 我借在合肥讲学的机会 又花了七八天时间 专程到合肥 凤部 凤阳 进一步查阅资料 从凤阳回来后 又得到了吴维 博州等地的资料 再加上对园中监委 里间老人的几次访谈 安徽情况就很清楚了 在这一章 我先介绍几个县的情况 然后再介绍全省的情况 第一 说凤阳到凤阳 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凤阳花谷 反映安徽农民逃荒要饭的情况 说凤阳到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腰骨走四方 自从出了毛皇帝 风调雨顺也饥荒 大饥荒年代 凤阳农民连身背腰骨 走四方逃荒的自由也没有 凤阳位于安徽省东北部 地处淮河中游南岸 这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 在明朝开国功臣的九十一人当中 凤阳籍的就有四十一个 这里至今还留下朱元璋修建的中都皇城 黄陵和朱元璋少年当和尚的龙兴寺等古迹 站在中都皇城南门的残垣上北望 想到这块古老土地上的黎民百姓的累累苦难 使我感慨万端 在八百多页 一百二十多万字的凤阳县制中 留下了凤阳历史上很多光辉的篇章 而对1959至1961年那场空前劫难 只含糊地记下以下文字 1960年2月15日 全县采集带食品906.8798万斤 其中有鼠根 鸡爪菜 茅草根 掐步骑等 1960年2月15日据统计 1959年和1960年 全县农村外流人口11196人 占农村原有335698人的3.3% 发病人口102994人 占农村人口的30.7% 有孤老1580人 孤儿2280人 1960年粮食产量9507万斤 比1957年的22760万斤 减少了13253万斤 1961年8月4日 中共奉阳县委 学习贯彻中央12条和农业60条的精神 在部 委 科 局负责人会议上 总结了凤阳两年来 刮武丰的失误和教训 一 高指标 高孤产 高征购 卖了过头粮 二 封锁消息 掩盖死人真相 三 是非不分 反右轻中错 斗争了一些好人 四 界限不清 共产风一刮再刮 五 占用农村劳动力过多 削弱了农业战线 六 乱出主张生产瞎指挥 七 任务要求过高 过急 劳逸失当 这本限制是1999年出版的 离大饥荒年代 已经40年 还是极力淡化那场大饥荒的情景 后人很难从中了解当年的历史悲剧 作为限制 不敢记录这个县发生的空前悲剧 本身就是悲剧 一 凤阳的大跃进在凤阳 大跃进实际是大灾难 对于这场大灾难 历史资料中都有记载 高指标 高孤产 高增购 1957年 凤阳是个丰收年 实收产量为20,624万斤 在一般情况下 1958年粮食计划定为2一斤 是比较合适的 县委却上报了8亿斤的指标 1958年时收为1.5亿斤 凤阳县制记载的数为1.64086亿斤 但县委孤产为4亿斤 1959年 实际产量只有1.8亿斤左右 而凤阳县制记载的数为1.06918亿斤 但又上报为4.0500亿斤 本来是连年减产 却上报连年增产 表4-1 凤阳县1957至63年的粮食产量 1957年 单产58公斤 总产是113801吨 1958年 单产38公斤 总产是82043吨 1959年 单产28公斤 总产是53459吨 1960年 单产28公斤 总产是47534吨 1961年 单产42公斤 总产是65701吨 1962年 单产43公斤 总产是66449吨 1963年 单产50公斤 总产是62345吨 资料来源 凤阳县制 方志出版社 1999年 第178页 高指标 高估产的结果是 高争购 1958年 产量82043吨 即1.64086一斤 国家争购了7102万斤 即拿走了43.28% 由于留下的粮 要扣除工业用粮 非农业人口供应粮 种子和饲料 剩下才是农民的口粮 所以 通常国家 拿走了30% 就显得紧张 现在拿走40%以上 就更紧张了 1959年 全县粮食实际产量 仅1.06918一斤 却争购了5974万斤 国家拿走了54.49% 板桥乡淮东社 1959年1月份调查 全社240户 1172人 缺粮断吹的 有184户 892人 大西河乡断吹的很多 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 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赵玉书说 1959年冬到1960年春 据部完全统计 外流人口10529人 种病达3万人 非正常死亡现象 普遍不严重 小西河公社山河大队 原有利于163人 非正常死亡率558人 占30% 刘甫公社双山大队关地村 原有577人 死亡104人 占18% 泰山大队曹端村 原有435人 死亡38人 占8.7% 在农民吃不上饭的情况下 还要完成高征购任务 只能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 进行横征暴敛 1959年冬到1960年春 县 公社 大队层层开会逼交 征购粮食任务 县委要求各公社 一天三报 早上报粮食入库计划 中午报粮食入库情况 夜里报入库 实际数字 每天晚上 对入库多的社队 进行表扬 对入库少的社队 严厉批评 一级一级的向下施加压力 压力一级一级的放大 1960年春节期间 板桥公社党委副书记 兼江山大队党总治书记邓某 在县委的压力下 在安子集召开 80多名干部的征购会议 要求各生产队交出粮食 谁说没有粮食就打谁 张信成 迪维朝等10人被打 会后 这些干部就分头到农民家中搜粮食 1960年5G集收小麦的季节 小西河公社党委布置统一行动 搜查粮食 被搜查的有8046户 占总户数的73.4% 长堂大队只有一家没有被搜查 山河大队组织一个17人的 挖粮潜力专业队 人手一棍 到各家东岛西戳 翻箱倒柜 发现社员王坤锅里有烙饼 便一涌而上 开锅吃光 共产风一刮再刮 刮第三尺 共产风开始是1958年秋刮起来的 引起了混乱 1958年秋 东 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 想杀住共产风 但怎么杀也杀不枉 这股风从上面层层往下刮 一级大一级 一阵紧一阵 到1960年春天 又形成第二次高潮 在1961年初的五级干部会上 县委书记赵玉书检查说 上级虽然下令杀共产风 但没有杀住 原因在县委的指导思想 特别是我的指导思想上 我们总是想快点 向高一级的所有制过渡 我们曾计划 把全线14个公社分三批 向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过渡 我们总是希望设有经济发展快一些 供给制尽可能早一些 公共积累尽可能多一些 公社为了发展设有经济 当时认为公社所有制 比生产队所有制 更接近共产主义 大量集中生产队的生产资料 和生活资料 生产大队也以个人服从集体 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的名义 把生产小队和社员的财产集中起来 山河大队实行五集中 猪集中 把小队和社员的猪集中起来 半万头养猪肠 鸡集中 规定每户或每个劳动力 交两只鸡 兴办万鸡山 并规定每户只准养鸡三只 鸭子集中 大队在一个早晨趁人不备 统一行动 把鸭子集中到大队集中饲养 厕所集中 八掉社员的四人小厕所 一个庄建一个大厕所 山芋种子集中 把社员已经育好的山芋种子集中起来 这些集中起来的猪 家禽大部分死掉 集中起来的山芋种子也烂了 山药 茅玉 生姜是凤阳小西河地区的经济价值高 产量大的特产 过去是家庭种植 干部认为 这种生产方式不符合共产主义原则 不让社员种植 出了苗也拔掉 有的地方提出三年 建苗要犯法的说法 为了尽早地进入共产主义 自1958年以来 搞了很多大办 如大办工业 大办水利 大办土铁路 大办文教卫生事业 大办土化肥等等 这些大办所需要的资金 物资 劳动力 都是通过一平二调 及平均主义 无偿调拨的办法 剥夺生产队 剥夺农民 而得到的 共产风刮的范围很广 从社队集体的土地 劳动力 处力 农具 资金 粮食 以及社员家庭的生活用品 如家禽 家储 房屋 树木 家具等 扒社员的房屋 捉社员的家禽 砍社员的树木 收社员自留地 和自留地里的庄稼 有的地方 把社员自留地里的南瓜苗 拔出来 栽到集体的地里 结果全部死光 强占房屋 逼人搬家 不搬就强行把东西扔到外面 强行收走各家做饭的锅 甚至当着社员的面 把锅砸烂了 老人要求留下一口锅 烧水也不行 大通桥大队 为了办农场 呈社员下地生产之机 将大通桥东头一个 小庄子社员家的东西 全部抛了出来 房屋由大队占领 社员无家可归 痛哭流涕 为了给共产风噪声势 到处树排方 扎越进门 在屋顶上 田梗上 山头上 路边上 到处都写上大标语 形成了一个 很快就要进入 共产主义的热烈气氛 公社以建设 共产主义新村的名义 强行拆掉社员的房子 小西河公社 由于拆房并庄 有七个大队的 25个村庄 无人居住 石马大队大营生产队 将五个村庄并成一个 男 女 老 少分四处居住 乔山大队31个村庄 1960年6月 总支书记美某 强迫群众在半天之内并成六个庄子 拆掉房子三百多间 党员不干开除党籍 团员不干开除团籍 社员不干不给饭吃 说是建新村 实际上旧房子拆了新房子没有建 社员无家可归 一百多人被迫集中居住 有十四户四十人 住在三间通联的房子里 晚上大门上锁 民兵持棍把门 尿尿拉屎都在一起 1958年底全县 共有房子224143间 两年来共拆掉 倒塌39555间 其中倒塌25266间 拆掉13400间 占17.7% 全县有29个村庄的房屋拆光 导光 在小庄并大庄时 社员像躲避日本鬼子一样 造成田地荒芜 草苗丛生 群众流离失所 大摆子和地媳妇同住一事 连撒尿都听得到 有的妇女只要一提并庄子的事就哭 荒唐的虾指挥 在生产上追求形式 不求时效 要求红旗插满田间 一边干活 一边唱歌 一边喊口号 为了应付上级检查 把大部分人力 处力 肥料 都调到公路铁路两旁 调到舍与舍 县与县的交界处 做出样子 而里面却是大片土地抛荒 全县只有耕地141.2万亩 1960年春夏中上报 播种面积184.8万亩 超过了耕地总面积40多万亩 农民一早起来 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 连生产队长也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 生产指挥权和调度权高度集中 由公社甚至县里统一指挥 公社获县领导人像战争年代指挥淮海战役一样 组织大兵团作战 小西和公社13个大队 1960年春季以来参加大兵团作战的有86个小队 284个小组3395个劳力 从开央门起连续40天 有的持续达三个月之久 有的大队离田搞大兵团作战 收麦子搞大兵团作战 在央搞大兵团作战 甚至连产草皮也都搞大兵团作战 大兵团作战打破了生产队 生产小队和生产小组的界限 取消了平工计分 按劳分配 劳动定额和生产责任制 新华大队900个劳力 参加大呼龙劳动的就有700人 有一天 代需生产队干部带领100多个社员 抬着2000多把秧 到大韩家中插秧 因地未整好 就又抬到流园 流园也毫无准备 又抬到前庙 到了前庙 天色已黑 无法栽秧 一天行程12里 空跑4个庄 磕苗未栽 瘾苗全部死光 劳力大量乱调 东调西 西调东 乱成一团 在凤阳 虾指挥到了荒唐的地步 违背农时 不按节令种植 有些地方出现了 春节种玉米 清明栽水稻 三月种麦子 立秋栽烟叶的比起事情 这是因为 虽然农时错过了 但上级下达的种植计划 还没有撤销 虽然围了农时 但计划还是完成了 向上级也好交代了 为了完成现委定的 七十万亩水稻的任务 有些地方把没有水源的旱地 也改成了水田 甚至离掉已经长得不错的 旱粮栽水稻 门台公社 红光大队 本来不适合种水稻 上级强令旱改水 1958年旱改水 1600亩 平均亩产 50多斤 1959年旱改水 850亩 平均亩 31斤 1960年旱改水 900亩 平均亩产 只有23斤 为了种水稻 本地武水下秧 派了48个人 25条 耕牛运了3万斤 倒种到60里外的 总铺公社 去泡种玉秧 干了29天 连种子也丢了 第四生产队 有500亩黄豆 已有半尺高 大队硬叫 离调改种山芋 社员不愿意 还是离调了480亩 结果 每亩只收300斤山芋 而剩下的20亩黄豆 每亩产200多斤 还是门台公社 红光大队 1960年春 麦子一板金黄 正当收割之际 却被调出500多个劳动力 去黄湾支援 行程两天 到那里安了一天家 找工具一天 口粮没运到 饿着睡了一天 回来又走了两天 花了8天时间 只干了半天活 结果 自己的麦子 遇上了鱼 损失很大 这样荒唐的是 还有很多 小西河公社 乔山大队 八亩大麦 已经盘根 干部硬叫离调 种豌豆 每亩下种200斤 一粒未收 这个大队的 间隙生产队 春天撒拨花生80亩 用重1200斤 秋天只收三斤半 新田大队 秦唐小队1960年3月 种麦子七亩 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 每亩是化肥100斤 不仅烧死麦子 连草也不生 光明大队的 住点干部 竟布置下 雨天割麦 晴天栽殃 长唐大队 为了扩大面积 竟把三万多斤 倒中 撒在花园湖一尺 多深的水里 还强迫社员 在水田栽烟 250亩 遍夜未收 万宝大队 张庄生产队干部 大雨刚过 就叫社员 在满田试水的稻田里 栽烟32亩 石马大队 在水里剥黄豆 120亩 颗粒无收 李武大队社员 钟万祥 每亩下麦种25斤 大队却说 下种少了 叫离掉种种 新华大队 把全部土地 化成三个作业区 规定作业区的 其他作物 一律废除 近1960年 一次就离掉 以种上的庄甲 近千亩 小夕和大队 及其小队 田里麦子未运完 劳力就被调去 抗旱栽烟叶 结果因渺小天汗 栽的全部死光 地里的麦子 也损失七千多斤 县委要求密植 密到不合理的程度 提出四个不种 不调拨不种 下不足多少种子不种 不失多少肥不种 不期田化不种 在农业上 还要搞很多化 如车水锋利化 运输车子化 车子轴承化 结果一化不化 劳民伤财 刘甫公社下令 一律批汉秧 不能打水秧 刘甫大队生产队长 汪贵珍 因地制宜 打了一亩半汉秧 公社王书记知道了 开会斗争汪贵珍 汪便姐说 我店因地制宜 为了多打粮食 王书记说 听党的话 就应该打水秧 一律不收 也是好干部 不听党的话 打多少粮食 也是坏干部 结果撤了汪的职 由于全县统一指挥 不断地有中心任务 每一个中心任务 来了以后 就要动员社员 不分昼夜突击苦战 在工地安营扎寨 要求社员雨天当晴天 黑夜当白天 大雨小干 小雨中干 不雨大干 不少妇女 因饥饿和劳累过度 患了臂精 子宫下垂等疾病 长期饥饿和过度劳累 造成了大量的 非正常死亡 大量抽调农业劳动力 削弱了农业生产 凤阳从1959年11月10日 到1960年5月8日 全县农村劳动力 投入水利建设的 每天就有3万到5万人 最高是达7万人 占当时劳动力总数的63% 此外 还常年修图铁路的劳动力 3700多人 修工路的2000多人 县委计划 1959年工业总产值 达到1.2亿元 比1958年增长14倍 工业职工 从1957年的924人 增加到1961年的8724人 还抽调了25000多农民 搞工业 秋种没结束 就动员农民上工地 第二年春耕大生产 已经开始 还不让农民回来 留下来搞农业的 全是妇女和小孩 大半钢铁运动最高峰时 共有63000多人 补钢铁前线 县委的总结报告说 全县建成平炉3000余座 1立方米高炉875座 1.5立方米高炉163座 6.5立方米阳高炉2座 冲天炉18座 红炉129座 炼钢炉3290座之多 现在林淮 门台两地的钢铁基地 已出具规模 2.3年饿死9万人 凤阳一个不到40万人的县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 饿死9万人 饿死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根据新修凤阳县制 1961年 全县人口比1957年 竟减少了89113人 减少的人数 相当于1957年 总人口的23.41% 全县人口 直到十年以后的1967年 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即全县人口为38万人 如果按1952年到1957年 人口平均增长率 2.44%计算 1961后 全县应有人口419315人 照这样计算 1961年 比应有的人口少了127353人 这个数字 包括非正常死亡 和应当出生 却没有出生的人口 如果考虑外流人口 死亡人数会小一些 以上说的是全县总人口 若单看农村人口 情况更为严重 根据凤阳县制同一资料 1961年 农村人口比1957年 减少了89125人 相当于1957年 总人口的26.56% 即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 直到1967年 即十年以后 人口才恢复到 1957年的水平 如果考虑人口 自然增长因素 人口减少 远远高出26.56% 在这期间 有人口外流逃荒 但同时又接收了 泵部等城市 下放的城市人口 外流和城市 下放人口相抵 净外流人口 一万多人 中国农业部政策 法规司司长 郭舒田说 根据我们80年代初 考察的安徽省 凤阳等县的情况 当时饿死的人 大约占全县总人口的 四分之一左右 其中 有的公社 每三个人 就有一个饿死 按郭舒田 四分之一的估计 以1957年 38万0711为基数 则饿死 9万5178人 这和陈振亚说的 1959 至1960年 两年饿死 60245人 大体相符 新华社记者张万书写道 1960年 虽然风调雨顺 一派好年景 由于生产力 受到严重破坏 田园荒芜 大批人口外逃死亡 据定员 凤阳 嘉山三县 1961年的统计 共少了40多万人 凤阳庆党村 全村34户 175户人 逃得逃 死得死 剩下了10户 39人 据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 1961年2月1日的 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 1959年和1960两年 共饿死60245人 占农村人口的17.7% 其中 五店公社 原有53759人 饿死14285人 占26.6% 这个公社半井大队 原有4100人 饿去1627人 占39.7% 大庙公社下黄庄 原有70人 死亡48人 占68.6% 全县死绝8404户 占总户数的3.4% 死 跑而空的村庄27个 五店公社凤槐大队 李嘴庄20户 死绝4户 小西河公社 饿死14072人 占26.9% 宋吉公社 原有4743人 饿死1139人 占24.2% 大庙公社下黄庄 原有70人 饿死48人 占68.6% 全县死绝的 有2404户 占总户数的3.4% 饿死和外跑 而空无一人的村庄 27个 小西河公社 曾有21个村庄 饿死和外跑 而空无一人 县实验小学校长 王焕业 家中12口人 全部死光 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 小队社员曹一乐家 34口人 死去30人 小西河公社 长塘大队 赵庄子张玉璞的父亲 死后两天 还抱着未死的女儿 有的人家两口子 一夜同时 死在一张床上 有的地方人 死了没有台埋 由于人口大量死亡 出现很多孤老与孤儿 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 现在很难了解 当年死人的具体情况 只能从档案中了解过去 1961年1月 凤阳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 目的是纠正五峰 会上发动参加者 大名大放 揭露问题 会议由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陈振亚主持 开得严肃紧张 会上发言的 有90%以上 是家里死了人的 一边说 一边痛哭流泪 现摘录1961年1月 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 扩大会议简报如下 总铺公社路唐大队 张娃小队社员代表 王廷华 质问副县长宋兆银说 58年 你带我们去关沟水库 去挖干局 饭都不给吃 还叫五天五夜不睡觉 哪个能吃得消 去年 我们村饿死了一二百人 县长你知道吗 总铺公社国光大队 社员代表说 县委官僚主义太严重了 死了人不敢反应 我们装300多人 就死了87个 说起来真痛心啊 因见公社凤阳山大队 战家小队支部书记 吴善兰说 60年春天 县委给群众吃的山芋干 由于已经变质 苦味难闻 群众说是吃汤药 结果加剧了服种病 4月份几十天时间 就死了27人 五店公社党委书记万德元说 59年 在五店开考验现场会 县委明知道 没有这么多烟液 硬说有 县委书记处书记董安春 让一个驼子的 燕分三个驴乐驼 显得烟卖得多 他还不知 对饿得脸色不好的社员 要看紧 不让他们上街 免得让外面知道 饿死的人要埋三尺 上面还要种上庄稼 五店公社山王大队 代表李金明说 1959年 我们收35000斤粮食 交争购58000斤 结果我们交33000斤 社员只吃2000斤 真的没有粮食了 群众吃麻叶子 什么都吃光了 我向董安春汇报 我们没有吃的了 他说我带头闹粮 要开除我的党籍 结果我们280人 死后还剩170人 我家五口人 死掉四个 就剩下我自己 你叫哪个不通信 五店公社全新大队代表说 1959年秋 一点吃的也没有 天天死人 董安春到我们那检查工作 还向干部说 目前是大好形势 我们队原有2500多人 现在只剩1300多人 死那么多 我们向董安春汇报 他还说我们玩花样 我们带他去看死人 他说人要不死 天底下还撞不下呢 曹店公社和平大队 社员代表王熙周说 这两年既说鬼话 以上压下 58年 谁讲真话就揪谁 这两年死了这么多人 就是以小报大的结果 报的都是千金田 万金田 这刮的是鬼头风 刮一年人都死光蛋了 我们那里北山下 有一户叫曹玉乐的 一家34口人 就死了30人 只剩下4人 曹则祥死了没人埋 耳朵被老鼠吃掉了 黄王公社和花大队生产组长 杨大松说 59年 我们对实际只有2000斤粮食 大队干部周又香 硬叫我们报一万斤 我说没有这么多 就说我思想又轻 批我两天 结果 我们庄子园来582人 死了80多人 张湾小队支部书记 崔厚军补充说 大队书记周又香不准 白天买死人 说影响不好 有一次 黄德良替人家 抬了一个死人 就批斗他两天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总支书记 王欢夜说 60年春天 工作组前宣家里 死了11口人 开始死人时 家里来人送信 他摇摇手 不让奖 带几个钱回去处理就算了 最后只剩三个人 实在没办法了 就请示领导 把三个孩子户口 粮油关系 迁倒机关来 请示再请示 到批准时 三个孩了也饿死了 他因此精神失常 板桥工作组张玉浦说 张牙庄原来42个劳动力 现在很少了 我母亲死了 老百姓吃带食品 饿不出食 使带血 用草棍筒 我回单位向检察长反映 说我反三大万岁 污蔑人民公社 逗我三天 写了六份检查 要不是徐部长 就把我化成 幼青机会主义分子了 1960年春天 我家五口人都死了 我就带出一个小孩来 死了哪敢讲 就说病死了算了 只好睁眼倒瞎眉 被毛主席表扬过的 合作化带头人陈玄梦 在会上发言说 今年1960春天 生活困难 炖炖饭都不离草 王家湖有37户人家 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 现在每户 只有一个少老子无娘的孤儿 小孩子们看到我说 老主任 我们家大人都见不到你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看看你 多痛心 多凄惨啊 考成大队代表王家凤说 我家20口人 在去年的1960年 死掉10口 我的四孙的小孩 有一天对他娘说 把我送走吧 再过几天 我就要饿死了 府城公社 红旗大队生产组长 陈首先说 60年春天 光彩庄一个地方 就死80多人 当地干部 还组织一个送病专业队 专门抬人 五店公社 今天在会上发言13人 就有4个伤心痛哭 考成大队社员代表王家来说 我们大队原有5000人 现在只3200人 日本鬼子来我们 也没有死这么多人 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 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 到处有劝阻站 就算跑出去了 没有粮票 到哪里也没饭吃 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 我家6口人 死掉4口 还有2口人 我是最后一个喂牛的 快要接上下收 才没有死 12个喂牛的人都死了 讲着 讲着 就哭起来了 五店公社光明大队 摇营生产队 社员代表姚继山说 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好 就是凤阳县尾不好 58年秋种 每亩地下重4050斤 甚至几百斤 结果搞得不能收 59年 没有粮食硬叫报 没有办法就爆空 说这里有几千斤 那里还有几千斤 报过不算还要兑现 朝脚上队 我们光明 原有1630多人 死了800多人 姚政会家 饿及了 八死小孩吃 人心都是肉作的 眼泪往肚里流 这都是县尾一手造成的 破坏党和毛主席的名誉 殷建公社社员代表发言指出 他那里饥荒的严重情况 衣衫生产队 原来有217人 易东春就死了95人 小殷家一个庄子39人 就死了22人 夏皇小组 原来70多人 死了48人 曹殿公社中心大队 上宋小队 耿沈小组 社员代表 耿兴浩说 在1960年的金春上 上宋小组 劳动力死得太多了 没有人埋 从我们耿沈抽人去埋 我们埋了半天 只埋五人 这么惨的是由谁负责呀 我看主要是县委 府城公社社员代表宏观群说 金船只 因偷几只山羊 队长葛某某不给饭吃 全家四口人 被活活饿死 小队书记杨学群说 马玉心生病 还叫梨田 跟不上梨说是装病 结果被绑打 扣饭致死 他死在家里 没人知道 小孩还趴在身上吃奶 三天没吃着 也饿死了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 社员代表宏许人说 我们宫里加八十户不到 就死掉五十九人 牛 鱼死光了 房屋倒塌五十多间 全队一千四百多亩田 去年就荒掉一千亩 干部还像活颜旺一样 排着队打社员 哪有百姓过的日子 山河大队1958年 有5536人 现在只有2970人 其中死亡1558人 占总人口的28.1% 劳力下降1375个 占整半劳力的48.8% 武店公社凤龙大队 生产组长唐秀奇说 1960年 我们那里死人很多 小唐家死了一半 门西 武装两地 一家一家 全死光了 现在我们那里 离田的都是小孩 与会代表 还揭露了 大量惨无人道的事实 大西河大队 郑山生产队社员 长接催的母亲 有病饿病 找生产组长花某 要点面给母亲吃 花说 还给他饭吃 都快要死了 还不如趁离田人 中午没回来 给他埋了算了 长不同意 花说 你不同意 就死在家里 埋在家里 长没办法 只好把 没断气的母亲埋掉 一些地区规定 死人后 四不准 一不准浅埋 要伸埋三尺 上面种上庄稼 二不准哭 三不准埋在路旁 四不准带笑 更恶劣的是 黄湾公社 张湾小队规定 死了人 不仅不准带白布 还叫人批红 由于死人太多 留下了大量的孤儿 据不完全统计 1961年底 全县孤儿 2389人 其中 男1493人 女906人 以年龄 以年龄分 1至3岁48人 4至6岁296人 7至9岁798人 10至15岁124人 孤儿以收容247人 未收容1964人 孤老1527人 其中 男658人 女869人 按年龄分 60至65岁910人 66至70岁359人 70岁以上258人 孤老已收容258人 未收容1269人 1962年 全县有孤儿 3304人 其中 公社收养702人 大队收养704人 群众带养908人 单独生活990人 有灾大人死了 小孩子没有死 睡在死人怀里一两天 从1959件 到1960年 全县发现了 不少人吃人的事件 有记载的 就有63起 大庙公社 五一大队 陈章英 和她的丈夫 赵锡珍 将亲生的八岁男孩 小青薇死煮着吃了 武殿公社中 半井大队 王兰英 不几十四人来家吃 还把人肉 冒充猪肉 卖掉二斤 武殿 曹殿等地 反应人 吃人的事件多起 某某其说 有一天 晚上我开会回来 看到唐永丁家 披人骨头 放在锅里煮 吃人肉 唐永丁 自己端一瓢 在门口吃 他说 我已经吃掉几个 现在装上的孩子 都喊唐永丁 是毛猴子 1961年8月9日晚 拖拉机战王站长 在科局长整风 会议上的发言说 1959年 我在板桥公社 这堂大队整社 汇报人死问题时 不敢说是因缺粮 就说 是因卫生工作 没搞好 一个妇女吃死小孩 向纪文祥 副县长 汇报后 纪派工作队 夜里把这个父前女 捆起来送到公安局 说他破坏社会主义 从板桥回来 看到一个坟堆上 有六七具尸体 考成大队王家凤说 西泉发现人吃人了 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 他不让汇报 还叫查 说 吃人的人是坏人 对人吃人的现象 县委书记赵玉书 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 还怕暴露真相 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 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 官司为算 以此断口灭踪 全县密捕63人 官司33人 不过中国农村 有一种传统 认为人肉是不能吃的 有人说 吃了人肉的人活不长 也有人说 吃了人肉会生病 所以 吃人还是个别现象 多数人宁可饿死 也不吃人肉 即使是个别现象 由于中国人口多 从总的数字上看 吃人的情况 也是很多的 农民明明是饿死了 还不能说是因饥饿而死的 县委领导人赵玉书 和董安春到五店公社 考成大队检查腐肿病情况 为医师王善良 为什么腐肿病总是治不好 少什么药 王医生回答说 少一味粮食 赵 董二人立即决定 将王医生交大会 批斗后逮捕 农民大量死亡 而各级干部 却向上级向外面封锁消息 隐瞒情况 1960年段杨洁 因见公社党委书记张绍博 在林准化名师兄明 上书党中央 毛主席 我打跑了个人得失念头 确立以党和人民得失为重 才下决心反应 驱动金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 据我知道的 三个公社的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 是极其惊人的 一个死亡5% 一个死亡率1% 一个占15% 一个占20%多 在死人最严重的时候 有的村子一天死亡5-6人 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 逃得跑 死得死 我亲眼看到 住在我们林怀关上的 招收起来的 被大人丢弃的儿童 约有三 四百人 已死了的有100名左右 结果 张绍博一度受到迫害 1960年春天 崩布市副市长马迁 听到家乡 小西河公社新四大队 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 即从崩布市 支援豆渣一万斤 运到林怀关 通知家乡来运 结果遭到总支副书记 杨云春 副县长廖坚的拒绝 阻止群众起运 而且廖坚还居信给地委 检取了马迁 说马思想又轻 有问题 1961年 凤阳县委书记 马维民在总结两年经验教训的三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 对死人的情况 我们大家基本是了解的 开始个别死人的时候 认为是个别情况 对上不讲 自己想办法解决了就算了 以后死的人多了 问题搞大了 就惊慌失措起来 对上更不敢讲了 死人明明是饿死的 而说成是年老死的 疾病死的 把非正常死亡 说成是正常死亡 有些地方还不允许死者家属 哭丧戴笑 不准埋焚 对反映死人情况的来信加以扣押 甚至对来信者进行打击 有的干部因为如实向组织 反映了死人的情况 还挨了斗争 因为怕犯错误 怕受处分 怕摘掉乌纱帽 而不敢暴露真实情况 越不敢暴露 问题就发展越大 问题越大 就越不敢暴露 在1961年初的五级干部会上 与会者揭露 一方面社员大量饿死 一方面干部生活特殊化 1960年春七英很多 县委书记赵玉书 责令下扁不准收拾 如果收拾 谁收谁养 相反 赵家不见了一只老母鸡 他先后责令太处所长 公安局长查处 限期三天破案 群众说赵家一只老母鸡 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 赵家一年到头 精米白面 鱼肉不断 县委书记杨某 1960年春天 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 他在总铺公社 带着文工团 整天吹打弹唱 花天酒地 打枪照相 借一取乐 大批农民饥饿而死 干部们却请客乘风 大吃大喝 有一次县委开会 有部分委员当场吃醉 开会胡说八道 会议无法进行 副县长兼小西河公社 党委书记妙某 下去检查工作 带酒带肉 带厨师 这堂大队总职书记孙某 有一次大吃大喝时 一个病人要口鱼汤喝 非但不给 反打人一顿 县委工作组 李幸福说 县委将一周主任 不但吃细粮 还不定量 不在食堂吃饭 用油炸锅八尺 赵正伟一家不吃粗粮 赵正伟就是县委书记赵某 武店工作组 杨毅全说 县委生活特殊 东西都被他们吃了 吃细粮 这叫什么四童 群众有肿病 买不到糖 商业局送给县委 每人一包 病人为什么吃不上糖 都给他们吃了 强华说 武店现场会浪费很大 公共食堂没有饭吃 赵楼两天饿死13人 现场会还大吃大喝 炸油条 炸糖糕 水饺子 馒头 早晨12个菜 中午24个菜 喝的是金字酒 双银子装上的浮肿病人 被锁在家里 怕外人看见 总部工作组柜 重明 但字迹不清说 59年冬 60年春 在群众肿病死亡的时候 现委大请客 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 吃鱼吃肉 水库经常送鱼来 都分给几个书记 常委 从来没有一个人给钱 招待所随便吃 现委每个月都吃几百斤粮食 这些粮食就计一个生产队 要少饿死多少人 当时凤阳社员中流传一句话 一天吃一两 饿不死小队长 一天吃一钱 饿不死里员 一两 一钱 指的是现里给社员的粮食定量 既然小队长和管理员饿不死 更大的官大吃大喝 也就见怪不怪了 小夕和公社山河大队 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和炊事员 几乎人人都多吃 偷吃 吃好 后来整涉时初步统计 仅几个大队干部 有账可查的 就吃掉牛肉一千八百多斤 1960年5月 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布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 尿某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 对食堂断吹 群众死亡不闻不问 竟与梅某等人 在大兆小学吃肉喝酒 社员盛长英的弟弟看到了 支部书记端了一碗饭给他 妙境把饭夺了下来 批评支部书记说 你们是怎样教育社员的 公社开了一个小支部 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 小西河公社党委副书记石玉平 一直单独及小葬 从1960年7月到11月 只在食堂吃过六顿饭 家里不少腊鱼腊肉 小西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某 带销店的鸡蛋 羊糖包攻击他 他下去检查工作 总是大吃大喝 乔山大队书记梅某和会计梅某 以拜三八农场为名 挑选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八人 其中七人被他们监污